不屑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屑 这个词的两大用法吧 不屑的第一个意思表示认为不值得 常用固定搭配有不屑一酷 不屑的第一个意思表示认为不值得 不屑一顾 不屑一顾 不屑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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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吧 在他出名以后 对以前的同事 不屑一顾 在他出名以后 对以前的同事 不屑一顾 在他出名以后 对以前的同事 不屑一顾 这点小事 不屑一提 这点小事 不屑一提 不屑一顾 不屑一顾 不屑的第二个意思形容轻视 比如说 一年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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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屑的说 不屑的归 看他一年不屑的样子 我就来气 看他一脸不屑的样子 我就来气 看他一脸不屑的样子 我就来气 他不屑的表情 让我很受伤 他不屑的表情 让我很受伤 他不屑的表情 让我很受伤 学到这儿 大家一定想知道 谢是什么意思 谢的意思就是碎末 比如说面包谢 面包谢 纸谢 没谢 没谢 好的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 别忘了用不谢造个句子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继续加油吧 明天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